紅色身軀的機器人一聽到指令立刻站起來 這是來自瑞士蘇立士的一間公司開發出的機器人 將要翻轉未來物流模式 不管是平路斜坡還是上下樓梯通通南部島 利用GPS和攝影鏡頭的組合 机器人能自由在街道上导航避开障碍 机器人能用前轮抓取物件 接着再回到四足着地的状态运送 尽管目前还在研发调整阶段 但不难发现智慧物流已经是未来的重要趋势 利用机器人协助分担劳动力 现在在日本也有机器人公司 开发一款能检查下水道的蜘蛛机器人 左右两侧的齿轮不停转啊转 外形就像蜘蛛一样 机身搭载摄影镜头 因此下水道的状况 维修人员都能一目了然 日本机器人公司表示 未来预计把三个蜘蛛机器人 用缆线串在一起工作 第一个用来导航 第二个辨识维修范围 第三个则进行下水道的维修工作 能够有效解决下水道工人短缺的问题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